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偷逃 我童年时有一次去参加福考 正赶上春节 按照惯例 春节前一天 各行各业的商店铺面都要扎起五彩牌漏 敲锣打鼓地到翻四衙门去祝贺 称之为衍春 我也跟着朋友们一起去看热闹 这一天 翻四衙门前人山人海 道路水泄不通 只见衙门大堂上有四位身穿红色官服的官员 东西巷相对而坐 那时我还很年幼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 只听得周围人声嘈杂 锣鼓声震耳欲聋 忽然 有一个人领着一个批发的小孩子 挑着担子走上前去 跪下来似乎说了几句话 但是 四周人声鼎沸 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只看见堂上的人们笑了起来 有一个轻衣人大声下令 让他演戏法 那人应称一声 站了起来 问道 演什么戏法呢 堂上的官员们讨论了一番 一个小丽下来问他擅长演何种戏法 他回答说 我能颠倒植物的生长使令 小丽将他所说的回报到堂上 一会儿又走下堂来 命令那人编出桃子来 编戏法的人答应了一声 将衣服脱下来盖在竹箱上 故意装出一副埋怨的神情 说 长官们实在不明事理 现在尖兵还未化开 到哪儿去找桃子 可是不找吧 又会惹堂上长官们生气 该如何是好呢 他的儿子说 爹爹已经答应了 那怎么能再推辞呢 编戏法的人发愁似的想了一会儿 再说 我心里盘算了很久 现在是冰雪未消的初春时节 人间哪里能有桃子呢 只有天上王母娘娘的盘桃园里 树木四季长青 那里或许会有吧 不过 这必须得到天上去偷才行啊 他儿子说 啊 那能靠着台阶爬上天去吗 编戏法的人回答说 看我的法术吧 于是 他打开竹箱 拿出一卷绳子 大约有几十丈长 将绳头的头里出 往天上一抛 绳子就悬在了空中 好像是挂在了什么东西上 片刻之后 绳子越抛越高 逐渐深入到高空的云朵里去了 他手中的绳子也放到了头 这时 他叫他儿子过来 说 儿子啊 我现在年老体衰 身体也十分笨重 这绳子我是爬不上去了 还得你去一趟 说着 就把绳子交给孩子 你就顺着绳子往上爬吧 儿子接过绳子 却面有难色 埋怨说 爹爹你也太糊涂了 就这么细的绳子 却要让我攀着他去爬万丈高的天 要是爬到中间绳子断了 恐怕你连我的尸骨都找不到了 父亲又俯拍哄劝着他说 刚才我已经失口答应了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还是劳烦儿子你上去一趟吧 你也别觉得辛苦 如果能将桃子偷来 长官们定会赏给你上百两银子 我也会给你娶个漂亮媳妇 于是 儿子手抓绳子 盘旋着向上爬去 手拉脚灯 犹如蜘蛛在丝上攀行一样 他越爬越高 越爬越高 渐渐地身影消失在云层里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个桃子忽然从天空落下 足有碗那么大 编戏法的人十分高兴 把他陷到了宫堂上 堂上各个官员喘看了一会儿 也看不出是真是假 这时 绳子突然从空中坠落到了地上 编戏法的人大吃一惊 说 完了 上边有人弄断了绳子 我的孩子怎么回来啊 又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东西滚落了下来 仔细一看 却是儿子的头 那人抱着头颅大哭起来 说 一定是他偷逃时被看守的人发现 我的儿子这下子可完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只脚掉了下来 接着 四肢躯干的其他部分 也一块块地落了下来 到了最后 不再有什么东西了 编戏法的人非常悲痛 他把这些肢体残骸一一捡放到烛箱里 盖上盖子 说 我这老头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整天跟随我天南地北的闯荡 今天 听从了长官的命令去取桃子 居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我得把他背回去埋掉 于是 他又来到堂上跪下 说 为了这桃子 却让我的儿子丢了性命 长官们要是可怜小的 就资助小人将他安葬了吧 小人就是死了也会报答各位的 几个坐在堂上的官员都很害怕 都纷纷拿出赏银给他 编戏法的人接过来就缠在腰上 然后拍了拍竹箱 换道 宝宝 还不快快出来谢赏 要等到什么时候 幻音刚落 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小孩子 被用头顶开了香盖爬了出来 朝着北面大堂上的官员跪下扣头 正是那个人的儿子 因为这个编戏法的人法术十分奇异 所以 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后来听说白莲教能变这样的戏法 不免猜想 那父子俩难道是白莲教的后世途中